最近不是有所謂的 罷寒店會出現 有一個叫勇忌無敵蘿蔔糕 他說要收手了 只求養家活口 講得好可憐 他說勇忌最近經過 各位長輩先進 以及各單位勸導 將完全卸下歌草任務 恢復中立 恢復中立這句話真的叫做好笑 不表態專心做生意 最後規規矩矩的生意人 養家活口 謝謝大家 就是這樣 然後還請大家看完 按讚就好 不用留言 然後意思是說韓粉你贏了 韓粉到底做了什麼 人家沒做什麼 是你一開始要先霸凌韓粉 你說你要開個店 你不做韓粉的生意 不是就你這樣搞的嗎 可是這個文藝PO出來 人家會覺得好像是 韓粉在霸凌他 我覺得這真的是 讓人家覺得很可笑 我跟你講 馬上這些人 就打折水棍上 We Care高雄的引力 然後陳冠榮這些人 馬上跑到派出所去備案 備案說什麼 說我們遭受韓粉霸凌 怎麼樣 人家到底80你什麼 如果他們對你有不當的延遲 或是其他的攻擊 你可以提高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是 是你們自己先弄什麼 不是韓粉的話 70塊的免費 然後是韓粉的話 我要賣你1000塊 然後甚至還要你簽連訴出 不是都你們這些人 率先自己搞起來了嗎 現在你發掘生意不好了 你要開始趕快說 你要回歸中立 我覺得很好笑 你們不是支持者很多嗎 光那些支持者幫你們買 你生意不就做夠了嗎 你根本不需要怕韓粉 所以你到底在說什麼 沒有人聽得懂 我只知道 你們在故意裝可憐而已 而且如果真的要這樣比較的話 你知道嗎 這引力陳冠榮說 韓國瑜都沒有約束你的支持者 請問一下他要怎麼約束 我是不知道要怎麼約束 你約束給我看看 當年太陽化成 記不記得這些人直接拿出來 資拿建出外來種鬼 直接用這種種族歧視的語言 綠營的有約束嗎 你們有任何約束嗎 沒有 還是黃國昌 林非凡 陳薇婷 你們有約束嗎 蔡英文 你們有約束嗎 為什麼你們都不去指責這件事情 還是你們覺得他這樣做是應該的 還是只要對你們有利的事情 怎麼做都無所謂 所以拜託 不要再下心下警 慧玲 我們看著現在這個時候 綠營的人是想要打韓國瑜 但發現了一個好的方法 就是打那群韓粉 支持他的韓家軍只要打趴走 韓國瑜也可以打趴 又一個店家跳出來了 怎麼看起來 他現在有一副受害者的樣子 可是跟之前的香蕉送餅店來說 好像有那一曲同工之妙 把韓粉打成通通是不理性 有攻擊性的 這樣子等於韓國瑜也會遭殃吧 其實我覺得這個韓粉 他之所以跟原本的 傳統國民黨支持者是不太一樣 他們同樣是一群非常愛國的人 可是他們其實覺得 傳統的國民黨 對他們來講是太過軟弱 就是說當對於這樣子一個 幾乎已經走向極權的政權來講 國民黨的很多作為 其實是讓這些韓粉朋友不滿意的 我坦白講是這樣 可是回過頭來講 這些韓粉有多激進 請問有多激進 我跟大家講 廣德家就那家香蕉鬆餅店 在前一天的時候 就已經跟媒體串聯好了 就是準備故意要製造事端的 前一天就布了一個陷阱 前一天就布一個局 所以為什麼當天已經有媒體 進駐在哪裡 這本來就是一個串好的一場戲 所以我跟大家講 今天大家舉這個 太陽花時期的例子 很好 支那見處 外來種滾 這個好理性對不對 有沒有好理性 民進黨有沒有出來譴責規矩 沒有 我跟大家講 今天再另外一個店家 來效仿 在那邊裝可憐 我跟大家講 這個叫做做賊的喊抓賊 他讓我想到什麼 他讓我想到那個時候 台大裡面導管 反管中敏事件的時候 記不記得有一個自掐歌 有沒有 民進黨今天現在就是 充斥著這種自掐歌 人家根本沒有對他怎麼樣 所以野靈大盜 那邊就在自掐自己 了不起 就是覺得自己是被騙進去了 罵了幾頓 生氣了而已 因為他覺得他被設計了 當初把他誘騙進去的時候說 你希望你是韓粉 你希望高雄發大財 我告訴你 這邊有一家煎餅店 1000塊你要去買 這個韓粉很可愛 他還笑嘻嘻的走過去 對 笑嘻嘻的走過去 他以為是支持韓國瑜 到後來看到那個罷免書 難怪他會翻臉 你們是用誘騙的方式 這個店家本來就違法了 廣德家本來就違法了 你還在裝什麼可憐 選舉罷免法裡面 一樣都不可以超過30塊 超過30塊通通都違法 更何況你沒有開發票的事情 一大堆 你在那邊裝什麼可憐 你違反的法律太多了 你還違反公平交易法 你怎麼可以歧視顧客 只要答應簽這個罷免書的 這個煎餅標錢 不答應這個 如果你是韓粉 我就用比平常高 不到幾十倍的價格 70塊可以變1000塊 賣給你 所以這種人有什麼好裝可憐 我跟大家講 未來這種賬 算到韓國瑜身上會越來越多 我更可以跟大家講 搞不好未來裡面 會有很多綠營的人 故意假裝韓粉 故意製造衝突 再通知媒體 然後到現場去拍 然後怎麼樣 我就是韓粉 我就韓粉 然後把這些東西 全部栽贓給韓粉 可以把網路上面 那種反串的方法 拿到現實來用 沒有錯 就是一堆的自插歌 我跟大家講 未來都會出現 韓粉有多不理性 有像彈牙花那麼不理性嗎 有衝進立法院 有佔據行政院嗎 沒有 如果韓粉都沒有這樣 韓粉是不理性到哪裡去 我跟大家講了 藍的人就是一向都很溫和 支持韓國瑜的人也一樣 這些人不會預舉到哪裡去 更何況在韓國瑜 這個愛與包容的呼籲之下 他們根本不會做出 什麼刻意去傷害別人的事 因為韓粉 我跟大家講都很自愛 都知道說 今天如果做了什麼事情 再去被綠營拿來做把柄的時候 會對韓國瑜的選情有傷害 他們基於愛韓國瑜 不會去刻意製造衝突 所以這些自插哥 你們可以省省了 不用裝了 我告訴你 你要說霸凌是不是 我就是公開在臉書上 呼籲所有的聯友 不要去你們這種 歧視消費者的店家消費 強強怪 我們看到現在有一波勢力 好像逐漸的正在轉換 怎麼轉換 本來是攻擊韓國瑜的 現在這股勢力逐漸的轉換 攻擊支持韓國瑜的這群人 說你們都會只會霸凌別人 你們的排他性太強 甚至你們統統都要 把你們給抹湊掉 打倒你們以後 等於讓韓國瑜就根本爬不起來 不過民進黨就說 他這樣子可以取回高雄的執政權 但現在的高雄市民 還有這麼笨嗎 民進黨 我有幾位好朋友 在民進黨裡面都透露出來 民進黨的建立怎麼你知道嗎 記住 這叫做的建立 不中性友 不的事 要跟你講到旁邊的事 秀書做得大大大 要做的建立 都把它推到中天 推到中天 紅色的媒體 好朋友 你聽到最小的嗎 不中性友 秀書做得大 不得超大 所有的事 一切推到中天 好朋友 他現在你抹紅中天 你抹黑韓國瑜 現在在抹炒我們這些 帶韓國瑜說真偉才的人 民進黨現在的情緒是這樣 好朋友 你聽得好 這多久以來 我們要聽到實際的謎 真實的謎 我們要聽得對 剛才看到中天聽得對 我們這些願意講的人講出來 不怕死的人講出來 沒所求的人拚出來 那是全台灣的人 但是他現在在世 因為都說真謎 民進黨過去是說八十謎 他要說一句八十謎的戰爭 要想三行來討 不然這八十謎沒辦法說 我要說這個人 我先想想三行來討 沒有 但是我們說真偉的人不必 我們都會內心直接就發洩出來 民進黨現在就這樣 你算算算好你這段 一四五人來結論 你們現在開始再擴大擴大就對了 你們這裡支持韓國瑜的人 你們這裡要出聲的人 好 盡量把你消滅掉去 把你消滅掉 把你抹黑炒 抹黑炒呢 有時候你跟他看郵臺 聽到你的臂肺 討厭 說話都會平衡出來 我們就不要把他培養了 不然把他培養了 我常常說過 你今天去哪個國民進黨完 因為你們這些人都不要出聲韓國瑜 你們都不要做 他們過去那裡你們不知道 就是我們太為人做 太骨頭做 人家滷在頭上減掉 你就把它培養得好 人家水到我就不用搖 就有經位處理對不對 你就把搖得清潔去 人家喝水 人家就有很多經位來補助了 你韓國瑜就做到都沒去 所以民進黨現在去找吃的 那麼我們在說真正話 我們在說實際話 這樣不免不去抹黑炒 國瑜聽就要說實際話 我們跟你說話 我們都不求什麼 我們求說我們的兄弟 我們的兄弟要是這個土地 要有尊嚴 要生存 要過好一致 我們一定要讓民進黨倒 這是屬實的話 今天我常常說話 不是韓國瑜厲害了 因為韓國瑜接地區 接地區 梯還在庭蘭 梯還在庭蘭 所以我們人民要典現到我們的意志 民進黨怎麼算 不怎麼算 不管他 我們有一句話 既然好 台灣人民我們聽得好 我們以前有一句話 其他都會跟人家說 頂部都會跟人家說 千算萬算 不得到天這位 民進黨你準備算 你怎麼算 你的生命已經夠了 民進黨你的壽命夠了 人民十歲 讓你下台 當然劉蓋蔡 我們看著民進黨執政真的很厲害 當年陳菊的時候 他有一句話說 扶選是我的責任 請了嫁 人跑去扶選了 後來北漂到中央去當大官了 可是現在這個時候 他們打著韓國瑜說 你現在不該代職參選 其實等於是在打當年的陳菊吧 他不是當年的北漂 只有他這樣而已 當局去做秘書長 兩千塊去做行政院長 都跟台南市放什麼 都說要做好做慢 蘇晋聰在台北管長的時候 也是跑去做秘書長 對不對 他也說要做好 他不會為賣台北管民 吃重點在高雄市長的時候 也是跑去接行政院長你會記得 是啊 現在在把韓國瑜堂電的這些人 哥哥就這樣 蘇家傳統計是在冰東館長去接什麼 來進博調 內政博調 有了 有有有有 因為說要把高雄館 冰東館百萬館民改變 蘇晋 蘇館長現在在我議長 林聰宏在宜蘭來接農委會 這些人的兩套標準已經是雙屬了 但是你不要讓他混亂他 現在進入雙骨村一百七十八日 他們就是要把你創亂了 不斷 所以他們這麼厲害 這個 書記說欽擦欽翁 他不要打立功 不要打蔣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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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打就是韓國瑜 就是挑發韓國瑜 韓國瑜 韓國瑜 一直給這個富民的 英雄家主宰韓國瑜的心想 然後讓人家去念響 今天市政會議長會提到 就是高雄有一個打火星在他們的火星 很重要 不然本來是要加記警察 所以加記這裡總要請他們太太去 他們太太去那一樣 抵他一下 就實際在打一個 你只能說陳年軍的說就說 就叫一個浩南民要靠去 民進黨他們的政敵人不勝利 你知道他們在高雄是怎麼樣 人家現在要一個公司的單位 我們現在請某某議員這樣就對了 在外面就對了 剛才進到那邊 地灘兵就跪下去了 阿娘 死到死 白死不就好在面 整個白叫人叫阿母就對了 白到那個書記說 沒有啦 委員 今天我們是死老爸 人老爸是他在死教而已 這不是作秀 他們就很夠做的 口到這樣 穿衣服 像這樣 肉腥肉肉肉腥底 今天人家做到這樣 一個韓國爐 他讓你抽法沒問題 擁有那個剪接的 偏斷的 斷將處理 一張 像我們這樣 有時候坐在那裡開花 眼睛下去 等一輪一下 他剛出那個角度那一張 把你處理那張放大 我就跟你講過 我一直 為什麼要割穿他們 我會跟你講 我有一個朋友叫做B調 你知道嗎 他住過國安局 我知道 我這個節目沒有說 他們用國安的 全民感控韓國人的活動 進行是感控什麼 大清潔 大清潔 不要說你用國家的機器對付我 包括我去開火的去當 都有 是 我們在台北市台中 做生 開到這個 台北市來八萬幾月 新北市來八萬幾月 高雄來一萬兩千 幾台中來 都一千里車 淡水來幾月 新增來幾月 台南來幾月 高雄 林仔區的什麼區的來幾月 他們都一千里車 這麼厲害 男朋友來幾月 這畢竟告訴我 所有的資料 他們用什麼 用我們國家的機器 手機 你講我們今天在這個 露燕石裡面 這所有的手機 都給這個基地大家收益 是 分析出來 每一個人 什麼人 這支手機 什麼人的 去年 幾月 幾月以下 二十 vom 二十塊 三十塊 三十塊 四十塊 老公中 哇 advertise 嚐 我看到 他們全面 要跟你們 消失 感受 所以 他不怕台灣人死 只怕他們死去政權 這樣而已 所以這個政權 這個政黨 我們一定要特別奉在他 絕對不可以給他繼續接政